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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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马 而至于如此隐蔽神秘 原因无他 一旦老邱输起了辫子 那就意味着 一件足以影响中国 乃至世界的大事 即将发生 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到底何事将要发生 本期档案正在揭秘 1964年10月16日 新疆罗布泊大漠深处 出现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 紧接着 一颗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 犹如出现第二个太阳 天空和大地被找得一片痛苦 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试验现场的影像 原子弹爆炸的原版成功 标志着中国国防线内化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成为继美国 苏联 英国 法国之后 世界上第五个 有能力自行研制原子弹的国家 我们刚才提到的 那个神秘的暗语 说的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的事情 1964年9月16日 周恩来总理为保证核试验严格保密 要求相关人员规定出一些暗语 用于罗布泊核试验现场 与北京之间的联系 于是就诞生了这张 试验场去向北京报告的 明密语对照表 现在就让我们对照着它 来看看那通密语的寒语 柱上房在这里 是弹在塔上的意思 舒辫子对应的是弹上插接雷管 而老邱对应的是石弹 指的正是原子弹 现在这句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它传达的信息是 原子弹已在塔上插好雷管 而一旦被原子弹在塔上插好雷管 也就是在上方梳好辫子 这意味着 它的一切报前准备已经就绪 随时等待起报 1964年原子弹爆炸前夕有许许多多 这样的暗语信息以电话的形式 从罗布泊和试验现场传达到北京 而这些电话记录被整理好后 都必须经由一个人之手 才能上报到中央 也就是说 这个人能够得到原子弹爆炸所有 第一手的资讯 今天我们就跟随他的故事 来揭秘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后 闲有人知的那段神秘往事 为了确保故事的绝对真实 我们很想请这位密语传达者到现场 但遗憾的是 他已经于2018年9月23日 在深圳逝世 享年104岁 而这位百岁老人 就是原国家二级部部长 河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刘洁 1915年 刘洁出生在河北威县 在成长历程中 他目睹了饱受帝国主义侵略 其名下极贫极弱的中国 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摧残柔烈 一股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1932年 刘洁依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立志要被中国的崛起而奉献一生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刘洁依然投身抗战一线 深入敌后 坚持发动群众 进行抗日宣传 对当时敌后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就这样 他凭借着优秀的领导能力 与以往之前的工作作风 走上了越来越重要的领导岗位 新中国成立后 刘洁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 工业部部长 地址部副部长等职务 1960年 他担任二级部部长一职 时间回到1964年 刘洁49岁 正担任二级部部长 二级部的全称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 当时的主管范围是 核工业和核武器 因此在原子弹爆炸前夕 总理办公室与实验现场的保密联络 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刘洁身上 我们都知道 就在这一年 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刘洁与一众科研工作者的贡献 将载入实测 但回望历史 刘洁在接受这项任务时 可以说是临危寿命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别急 故事还要从头讲起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全面爆炸 美国第七舰队随即入侵我国台湾海峡 插手中国事务 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 9月15日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在仁川登陆 对朝鲜方面展开大规模反攻 9月30日 周恩来总理发表讲话 警告美国 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 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 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 而置之不理 然而 对于中国的再三警告 美国属实无睹 美国飞机多次进入中国领空 轰炸丹东地区 将战火烧到了鸭鲁江边 1950年10月8日 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 中国应朝鲜政府的请求 做出抗美援朝 保驾卫国的决策 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 入朝参战 紧接着 11月 美国将原子弹 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 进行核模拟袭击 1952年 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 次年 他就下令 将装有原子弹的导弹 运到冲城岛 企图以此威胁中国 对中国来说 形势异常尖锐复杂 帝国主义国家 以仗手里掌握的核武器 动辄便以原子弹 实行核讹战 核威胁 1951年 杜鲁门就曾在记者招待会上扬言 要将26颗原子弹 运抵朝鲜海域附近 现在平壤投放 投放成功后 将在北京投放 当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时 正在召开最高国务会议 听闻这肆无忌惮的挑衅 毛主席并不畏惧 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掷地有声地说 你打你的原子弹 我打我的手榴弹 最后 我一定战胜 虽然气壮山河 但恐怕悲壮的意义更多一些 因为谁都知道 在实际战争中 手榴弹是没办法和原子弹 抗航的 此时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早已意识到核武器的重要性 中国研制拥有核武器 捍卫国防 迫在北京 1953年7月27日 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 但美国对于新中国的核威胁 却没有消失 1954年 台海局势骤然紧张 美国同台湾当局 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叫嚣着要维持和发展台湾的武装力量 时任美国空军副参谋长的内森唐宁 就曾经向总统埃森豪威尔建议 如果中共对台湾及周边的沿海岛屿 发动战争 美国可以考虑使用小型的原子弹 想要打破美国的核威胁 唯一的办法就是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1954年10月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中国 参加建国五周年庆典活动 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 努力争取下 赫鲁晓夫同意帮助中国 建立一个小型核反应堆 并且培训技术人员 这对当时仍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 无疑是雪中送炭 可即使得到了苏联的助力 制造原子弹对于中国来说 依然是个见乎不可能完整的任务 制造原子弹有三个先决条件 大量的资金 专业人才可含有核元素的矿石 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 不仅资金有限 人才短缺 就连最基础的矿石都还没找到 这么做 正当中国的核工业局部维艰之时 一个转机出现了 这个转机是刘洁 用手捧着带来的 1954年10月下旬的一天 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刘洁 带着一位贵宾来到中南海驱乡书 来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这位贵宾自打一进门 便成为了屋里最受欢迎的 但当毛泽东起身想靠近 触碰他时 刘洁就慌忙上前阻止 这位客人是谁 刘洁为什么不让主席接触他 说来奇怪 这位客人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装在盒子里 带进来的一个物件 一块比拳头大不了多少 成黄褐色的小石头 当毛泽东主席看到这块石头 高兴地马上站了起来 连连道好 它到底有什么来历呢 原来刘洁所带给毛主席的 是一块油矿石 油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元素 想要制造原子弹 就必须拥有它 毛泽东看到油矿 马上兴奋地上前一步 想把石头拿起来 刘洁赶忙阻止道 不信 他有辐射 但毛泽东却毫不在意 他笑容满面地将其拿在手里 仔细地端详 反复地查看 随即他问刘洁 你怎么证明它是油矿石 又拿这个钙隔基础器 又探测这个 这个矿石 又发出了嘎嘎的声音 这证明啊 这就是 它有矿石性啊 这块矿石 就是油矿 毛主席 突然问到 怎么样证明它是油矿 从这个意气的一测试 这个 就总可以证明了 这个毛主席 当时是非常高兴 看到矿石之后 他就讲了 说现在我们发现了用矿 今后还会发现更多的用矿 我们也要扮演自能 当毛泽东问刘洁 下一步 有什么打算是 刘洁自信而洪凉地回答 湖南 江西 广西等地 找到油矿床的可能性很大 我们准备组织力量 继续开展 勘测工作 听吧 毛主席紧紧地握着刘洁的手 高兴地说道 刘洁 这是决定命运的 要好好抓哟 多年后 当刘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 你就会感慨地说 现在想 决定命运一点也不为过 核武器和核事业 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 在国际上的地位 中国有了原子弹 不光是中国人 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 都在欢呼 看着毛主席如此欣慰 刘洁笑了 但没有人能够想到 在看似轻松的笑容背后 隐含着多少汗水 与辛劳 1954年2月 第一支副部长李思光 和副部长刘洁一起 成立了三支勘探队伍 对广袤的中国大地 进行着地毯式的搜索 勘探初期 技术落后 物资匮乏 进展十分困难 勘探队走到哪儿 就在现场支起帐篷 就地住下 饿了就拔草斋野果冲击 渴了就喝几口吸水 在寻找油矿的过程中 甚至有十几名队员 付出了生命 面对一个个倒下的 年轻生命 刘洁的心情 无疑是痛苦的 但是此时 他们已经没有退路 若是不设法找到油矿 中国人民也许会付出 更惨烈的代价 勘探队的辛苦付出 没有白费 1954年10月 他们终于在广西 一个叫做山木冲的地方 发现了一片油矿附基地 这两张照片 就是勘探队员们 发现油矿石在现场拍下来的 在那里 勘探队员们采集到了一块最好的油矿标本 带回北京 八个月的风三露宿 八个月的舍身忘记 终于换来了这块开业之石 这是中国核工业站起来的一刻 也为中国国防工业的吐气扬眉 奏响了序章 为了探寻这块中国核工业 开业之石的真正样貌 我们来到了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内 这块编号为M0277 神披黄色缎带条纹的小石头 见证新中国核奇迹 而围绕着这块石头的墙壁上 有许多地质勘探队员 在野外勘探时拍下的照片 由于当时的拍摄技术有限 很多照片都只能看到 模糊不清的人影和大片险阵的山巒 荒芜的土地 这些勘探队员在最美好的年纪 舍身奉献 却有很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但也正是在这些年轻人们 开采出的这块开业之石的激励下 一代又一代的核地质工作者 攻陷克南求实创新 突破了一项又一项找矿技术 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油矿创 为核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粮食 矿石有了 核工业的进程终于可以推进了 1955年1月15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做出了创建我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 不久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 由宋任穷人部长刘洁任副部长 1958年第三机械工业部改为二机部 在苏联老大哥的援助下 中国核工业进程虽然艰难 但也在不断的前进 不料一件大事突然发生了 而且还是一件让人猝不及防 犹如晴天霹雳的坏事 1959年6月底 刘洁突然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秘书 打来的电话 说是有一份绝密信件与核问题有关 让他马上来看一下 刘洁立即前往 当他打开这封信一看 大事一计 久久沉默不语 那么这封信上到底写了什么样的惊天消息 这是一封6月26日送来的 苏共中央至中共中央的信函 此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到庐山开会去了 因此周恩来在电话里嘱咐 让刘洁先看一下 信的内容大致是 中国二级部部长要求现在就把原子弹的样品 和射击炸弹的技术资料转交中国 这个要求的提出正赶上日内马会议 在拟定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 考虑到西方国家如获齐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 和射击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 就很有可能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国家 为争取和平与缓和国防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 因此只能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 将来如何共同行动 两年以后看局势发展在地 看局势发展在地 当看到这里 刘洁马上一审 此时赫鲁晓夫正在积极地向美国示好 几度跟美国合作一起控制整个世界 他为了讨好美国便出卖了中国的利益 对此毛主席曾作诗讽刺 西海如今出圣人 涂脂抹粉上豪门 这里说的圣人 业余的就是赫鲁晓夫 豪门指的则是美国 可以见得苏联只是找了个借口 说是两年以后 实则是无限期推迟给中国的援助 由于这是绝密信件 按照当时的规矩 不能抄写 也不能带走 刘洁只能拿着信 默默地念着 默默地记着 看过一遍 再看一遍 把这封信一字一句 背了下 此时的刘洁 外表看似平静如水 其实心里 你是思绪万情 回到部里 刘洁马上把信的内容 讲给了二级部部长宋仁琼 当作赶紧开会研究 做出一个估计 看来 从这封信开始 苏联在原子弹方面 对我国援助的可能性 已经不大了 最后 得知这个消息的周恩来 立即在庐山会议上 做出决策 自己动手从头摸起 准备用八年时间 搞出原子弹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外交部长的陈毅 也激愤地说 即使当了裤子 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一个月后 我国就将自己的原子弹 研制项目 命名为 596工程 596这个工程代号 家喻户晓 但是这个代号 对于中国核工业 国防工业的发展 意味着什么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 那么它 是什么意思的 为了记住 1959年6月 这一催人奋发的年月 刘洁将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 确定为596 别名也叫蒸汽弹 表明他和科研人员们 为中华民族蒸汽的坚强绝筋 于是长达八年的 自主探索之路开始了 在刘洁的组织下 一批励志报效祖国 在建国初期 从海外归来的深深学子 甚至卓有成就的科学家 纷纷踏进了 铸造民族核盾牌的行列 1960年7月 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苏联单方面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 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和工业的 协定和合同 下令撤走苏联专家 截止到8月 苏联专家已全部撤走 一同被带走的 还有重要的图纸资料 和机器说明书 至此 苏联终止了 对中国原子能研究 所需设备 和一切材料的供应 中国的经济建设 科研 国防都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更学上加霜的是 此时中国正逢三年自然灾害 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看到这幅情景 有些外国人幸灾乐祸的断言 中国的合工业已遭到毁灭性打击 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正是在这个危难时刻 阿尔及布部长宋任琼 奉命调任 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籍 毛泽东认为 刘洁踏实 认真 专业性强 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决定任命他为 阿尔及布部长 对刘洁来说 这无疑是寿命于危难之中 这项艰巨的任务 若是接受 必将承担巨大的风险和压力 但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沉着冷静地接下了这份任务 就是要快 那个时候在苏联呢 差不多要有这个半年 或八个月的工作 八个月的工作才能完成的任务 在咱们这儿呢 差不多四十天都完成了 当然完成了以后 苏联人也讲了 还有剩下的工作啊 尾巴比身子还大 那个时候我们讲了 尾巴都是尾巴 身子有了 尾巴差 在那补救嘛 在补嘛 虽然技术资料短缺 但是刘洁带领一众人马 从零开始 他重组科研队伍 调整科研方向 组建全国协作网 用以攻克技术难关 走上了原子弹 独立研发制 这是苏联专家撤走之后 我国核基地建设人员 在野外就餐室的情节 两弹研制基地 位于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原牧区 冬天漫天飞雪 飞沙走势 最低温度达到零下四十度 一年内有八九个月 是要穿棉衣的 这些战士们 在那里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和责任感 以三顶帐篷起家 盖厂房 建铁路 修工路 同时自己动手 开荒种青科 山药弹 饲养牛羊 补充物质供应不足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这张 这是六十年代初期 科研人员工作的现场照片 当时一切都从头开始 厂房里的装备 实在是太简术了 除了一些桌以外 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 但是我们或许 还能从照片当中 找出其他的信息 注意 这里的几个科研人员 他们都是这么年轻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从他们的脸上 依旧可以看到笑容 看到坚定和希望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 中国核工业的自立自主 出见眉目 但据中国核工业杂志记载 就在这个时候 周恩来忽然收到了一封告状信 说二级部有一个人 欺瞒中央 而被告的对象 竟然就是刘洁 这是怎么回事呢 1962年8月 中央工作会议 在北戴河召开 休会期间 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 问刘洁 刘洁 你什么时候交货呀 你们那个东西搞出来了 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 就挺直了 也许当时陈毅 并没有催促刘洁的意思 但刘洁却把这番话 听进了心里 他暗暗想 目前在工作中 还有很多未知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 工作紧紧 就可以进一步提升 若是松一松 很有可能就会拖沓下来 使原子弹的目标 遥遥无期 于是 在北戴河会议期间 刘洁经过多次权衡和推算 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 争取在1964年 最迟在1965年 进行第一颗原子弹 保证试验 是可行的 刘洁的这个军令状 已经提出 马上掀起一片惊叹 此时距离他预计 研制出原子弹的日子 只剩下不到三年的时间 这是一项硬任务 硬任务就需要 硬条件来支撑 而当时的状况 是怎么样的 举几个例子 当时原子弹 三大技术难怪 只攻克了两个 221厂 共有18个厂区 共计40多万平方米的建筑 还没有全面开工 从理论到技术实施 还缺少大批 高级技术人员 除了这些 还有许多问题 待解决 面对着无数的质疑声 刘洁却坚定地说 西方资产阶级 能办到的是 东方无产阶级 也一定要办到 也能办到 1962年9月11日 刘洁就以 二级部党组的名义 向毛泽东主席 写了一份 两年规划的报告 报告中除了明确 1964年爆炸 第一颗原子弹外 还提出了 请求中央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相信 给出这份报告 是需要勇气的 刘洁如果没有把握 是不会做到这个地步 因此 对于这份报告 毛泽东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 这两年规划是这样 一个是经过了 从60年到62年 这么两年当中的 运燃策划 刘洁也是当时 几次找了基层的领导 就我们一些 厂矿的领导 一起来商量 再提出来这两年规划 也就是说 这两年规划 是有可靠的根据的 也是从实际工作当中 提出来的 有了这个规划以后 可以把整个工作 往前推进一步 不久 为了强有力的领导 我国尖端武器的研制 中共中央就组建了一个 以周恩来为主任 鲜为人知的部门 中央专门委员会 刘洁担任 专委办公室副主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 收到了我们前面 所提到的 那封告状信 信中称 两年规划 不可能实现 是一拍脑袋的数字游戏 使二级部领导 在欺瞒中央 这两年规划提出以后 当时研究的 制定规划 参加人很少 因为在当时来说 都是高低机密的事情 所以当时的计划局 有一个同志 他写了一封信 刑中称认为 这个两年规划 按他的说法 这是不可信的 是实现不了的 而是少数人 发脑袋想出来 实现情况也不是这样 两年规划是经过一个 相关一段时间 上下运燃讨论 最后把它指定出来的 这封告状信 给了刘杰很大的考验 但他反倒把质疑 转换为动力 当中央专委 派人来二级部 调查走访时 刘杰一起陪同 进行了认真的调研 而调研的结果证明 两年规划 是有充分证据的 质疑绳排除了 刘杰终于可以 踏踏实实地 投入工作中 这段日子 是刘杰压力最大 但也是最难忘 最快乐的日子 由于刘杰本身 并不是技术人员出身 也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 因此为了做到 对核工业通晓全局 统筹谋划 他每天超量的工作 大量阅读 有关核工业的书籍 同时 刘杰还热衷于 一项频繁的活动 百诗 他请教过的老师 包括前三强 赵中瑶等 这样的大家 也包括竹培鸡 这样的年轻人 而在向年轻人请教时 刘杰从没有 长辈的架子 他总是微微欠身 亲切地称呼他们为 小老师 1962年12月 由于长期的精神紧张 任务繁重 刘杰突然高血压 心脏病急性发作 医生叮嘱他 必须要离职休息一段时间 在百般不情愿下 刘杰被安排到了 广东治疗休息 在此期间 他如坐针针 感觉休息比生病还要难受 因此当他听说国防公办要来二级部检查工作时 不顾身体有病 抓住这个借口 主动终止休息一段时间 立即回净 顺路 还到两个油矿厂检查了解其建设和生产情况 1964年1月14日 兰州油农作厂 在克服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 终于生产出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 合格的高农油产品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 指示秘书 请转告刘杰同志 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 仍望他们积极谨慎 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 在中共中央领导的关怀和无数同胞的努力下 我国的核工业不但没有受挫停顿 反而加快了脚步 实现了从以外援为主 到完全自力更生的转变 关键的时刻终于临近了 1964年4月 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工作 进入最后完成阶段 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八次会议 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 采取塔爆方式 要求1964年9月10日以前 做好试验前的一切准备 八点钟老邱珠上方 开始输辫子 收到 刚才的内通电话内容来自周恩来传中 关于原子弹的记载 1964年10月16日上午 北京二基部办公大楼二楼 这间秘密的办公室 不断地接到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电话 这些电话来自新疆罗布泊 20号办公室 而位于二基部大楼的这间秘室 则被命名为177 这间神秘的177办公室 位于原二基部办公大楼二层五号坊间 由时任二基部办公厅主任张汉周 秘书处处长郑存佐 二基部部长秘书李英祥 和国防客委二局处长高建民 参谋宋炳环等五人组成 刘洁直接领导 由于原子弹爆炸前夕 与核实验现场的核实验委员会办公室 也就是20号办公室 进行密切联系 当时这个办公室 不要说对外来 就对内部也还是保密的 机关各个市局 市局也不了解 光知道我们有重大的活动了 详细内容也不很清楚 时至今日 这间办公室的样貌 都不为人所知 今天我们就根据史料的描述 在现场大致还原了 当时177办公室的样貌 我们可以看到 房间的门和窗户上 都盯上了像这样的两层毯 这样做 外边既看不到室内的工作情况 对外也能起到隔音的作用 室内配备了带有保密机的电话 这部黑色的电话机 专门负责与20号办公室之间的电话联络 此外还架设了与周总理 贺龙等首长办公室之间的直通专线 首摇电话单机 在这里 刘洁和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 正在随时跟踪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动态 关于秘密通讯等一切工作 都是在这间177办公室紧锣密鼓的站 1964年9月29日 亚运老邱的专列火车 从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驶出 于10月4日安全到达罗布泊核实验厂区铁塔下的装配间 至此 据原子弹的爆炸时间 正式的确定还剩下最后一关 必须等待适合原子弹爆炸实验的最佳天气 可到了10月9日 罗布泊的天空依然阴晴不定 突然肆虐的大风沙暴 成了让核实验指挥部最揪心的事情 面对这个状况 身在177办公室的刘洁 更是坐立难安 1964年10月14日 刘洁忽然接到了试验厂传来的消息 初步确定 16日为原子弹起爆的时间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气象预报显示 在10月16日至20日之间 将会有一次符合试验条件要求的好天气 刘洁立即做出了纸质报告 派人乘坐专车 直接前往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 乘坐 20点30分 总理做了如下批示 刘洁同志 并告陈武同志 同意正典减四 作为零日 请以暗语力赴张柳两同志 灵时定后 望极告 灵日是原子弹爆炸日子的意思 正典减四 是10月16日的密 而灵时就是精确到具体极点的爆炸日期 时间慢慢靠近 刘洁期盼着 他好似此时身临罗不破 和专家们一起等待着好天气的到来 但就在总理做出批示的当晚间 狂风打坐黄沙滚滚 使我们专家和将军们不禁望天长叹 而到了15日上午10点后 风令忽然转响 专家赶忙又安排了数次天气会商 10月16日凌晨3点30分 最后一次天气会商时 总指挥张爱萍最终拍板 首次核实验临时 确定在10月16日15点 可快12点半 周总理沈岳湾报告 当即用执笔批示 同意临时定为正典减4 十入武障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两、一、起爆 gger换 Sie sich浪费的モデル 某天坑 和写真逗 还是许总理沿岸 但是你许总理沿岸 有两、三、四、五、四、三、四、五、五、三 、三、四、三、二、三、五、三、四、五、三、六、五、三、三、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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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三、三、五、三、四、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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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磊… 三点钟刚过 177办公室里 那台黑色的电话机 再度响起 消息传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 成功 刘洁百感交集 他好像如是重负一般 长疏离口气 在这十分兴奋 又提心吊胆的时刻 刘洁始终保持着沉着 震惊的心态 苏联撤走时 曾经说 我们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结果我们只用了四年 就搞出来了 这是一个让全世界 都为之震惊的速度 傍晚五时左右 毛泽东 周翁来等国家领导人 在人民大会堂 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的三千余名演职人员 毛主席让周董立宣布了 原子弹爆炸实验成功的消息 顿时全场欢声雷动 同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于夜十一时 向全世界 广播了新华社 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 请安门广场 人群奉拥 锣鼓喧天 当夜三时 刘洁从中南海 回到177办公室 遵照总理指示 对后续工作 做了安排后 独自走路回家 当他走到机关大楼门口时 看到警卫战士 向他敬礼 他停下脚步 淡定地告诉警卫 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成功了 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 面对巨大的成就 刘洁一直表现得极为沉着 淡定 他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继续工作 对于他来说 一个任务实现了 还有千千万万个任务 需要去完成 祖国的发展 不能停留半步 任务依旧繁重 压力依然巨大 但他从来没诉过一句苦 1966年10月27日 原子弹与导弹两弹结合 试验成功 12月28日的 氢弹原力试验 圆满成功 此次试验 证明我国自己独创的 氢弹新原理 完全可行 1967年6月17日 按照新原理制造的 氢弹空投试验成功 从世界氢弹发展时考察 中国从首次原子弹试验 到氢弹空投试验成功 只花了两年八个月的时间 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 英国 苏联 法国 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风动 认为这是中国创造的 具有世界意义的奇迹 1978年 年过六旬的刘洁来到河南 先后担任河南省省长 河南省委书记等职务 在此期间 他坚持深入基层调研 跑遍了全省一百多个县市 兢兢业业 直到1985年 年以古稀的刘洁 才终于离开了一线工作岗位 但他依然经常外出考察 调研 为祖国的发展建言献策 因为一向低调朴素的作风 他的故事至今也很少有人熟知 2018年9月23日 刘洁默默离开了这个世界 享年一百零四岁 他这一辈子 自始至终都紧紧和工作联系在了一起 岁月虽是 但他的精神依旧流淌在 一代一代科研工作者的血液中 曾与刘洁共事的人 也莫不被其人格魅力做折服 而刘洁生前 每每提起这段岁月 总会说 那个时候 对我来说压力最大 但那时我有一种信念 就是相信中国人自己的力量 相信我们中国人民团结一致 坚守在中国的大地上 就一定能做出成就 使大家对祖国的热爱 对党的信任 对人民的责任 鼓舞着大家 没什么困难克服不了 现在想来 真怀念那段岁月啊